你们知道现在有马带的产品吗 有 已经上线了 您大概是什么时间出行 我预计是想春节之前 然后想要在那里过春节 新年一时 中国旅游市场也迎来了令人振奋的变化 根据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实施以类以管的总体方案安排 自1月8号起 将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1月5号 记者在北京一家旅行社看到 已有多位旅客前来咨询 准备再次迈上出国旅游过年的步伐 上一次好像是在18年 18年带小朋友去的冲绳 我看了一下这个价格 我感觉好像还可以 并没有我预想的 开放出境以后会那么贵 而且我感觉呢 现在还是去海岛会合适一点 不想感到以后的高峰 所以想这个时候错峰出行 彻底去放松一下 然后一家人平民安安的去 平民安的回来就可以了 自疫情发生以来 不少旅客的出境计划暂被搁置 随着出入境政策不断优化 大家对出境游的热情也再次被点燃 那我咨询的去澳门 本来这个计划是我在2020年1月27号 准备出发的计划 但是因为疫情搁置了 所以呢我们就三年以后重启这个计划 好久没出去了 所以我们先从近处 然后一点一点的慢慢去适应一下 在暑假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能会试着稍微往远处去趟澳洲 近年来中国出境游总量较为低迷 相关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也受到冲击 随着利好政策陆续出台 旅行社也迅速重新布局出境游业务 应对春节出游高峰 出境没有开放的时候 很多从业者的话 我们是安排到国内的旅游的岗位了 那这回来的话 就是原来在做出境旅游的这些同事 重新就召集回来 有些离开中庆旅的同事 那我们也向他们发出这种重回旅游 旅业的这么一个召集 针对现在热门的这些目的地 我们都谋划好了产品 而且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一些宣传跟预售 像日韩市场 像马尔代夫 巴黎岛 普吉岛 我们还推出了很多针对于客户的 比如说一家一团 一些精品的小团 包括一些主题的产品 很多航班也是在恢复的状态 我们现在也加紧了和各航公司的联络 此外国际客运航班也正逐步恢复 各国出入境防疫政策也进行了调整 相信在2023年 中国出境游市场会继续保持复苏势头 世界各大旅行目的地 也将再次见到中国游客的身影 政策发布之后的话 像中情楼网的搜索量增长了300% 然后客户的资讯量应该也是大幅增长的 现在很多的国外的旅游局也发布信息 就欢迎中国游客的到来 随着中国疫情的逐渐的恢复 然后更多的国家也会向中国打开国门 我相信通过2023年这一年的恢复 旅游的话应该说能迎来一个新的增长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